早安你好 我是杨韻子 欢迎收看10月2号的大爱全球新闻 持续带您掌握南方澳大桥断裂的救援行动 昨天还有三艘渔船是被压在桥体之下 原本大家都很担心入夜之后又黑又冷 救援会陷入胶着 不过经过相关人员的奋力抢救 已经有一艘被移了出来 是新台胜266号船 而断桥意外到现在已经过了23个小时 搜救工作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究竟现场的进度以及要克服哪一些困难 最新的情形请人在现场的记者 肖志杰还有简元吉告诉我们 志杰请说 是的 主播目前可以看到 透过昨天晚上深夜到今天清晨 整个南方澳大桥这边的搜救任务 还是持续进行着 另外我们透过现场目前的画面 可以看得到国军也出动了扶门桥车 因为他们要在水面上搭设临时的作业平台 以利于海军的作业大队 以及救满的相关单位 能够在执行水面上 不管是船体以及桥体的这样一个破坏作业 另外就是还有航道 因为交通部昨天晚上也做出了下达指定 因为接下来今天一整天 都必须要先清出临时的通道 以利于后天大小船这样一个通行 而整个漏夜抢救以及搜悬任务 在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 我们透过昨天深夜的这样一个画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陆陆续续深夜11点多就开始发现了 好几句的不幸传来是遗难的遗体 而且包括印尼以及菲律宾级 另外我们也帮你整理到了这样一个搜救的成果的 这样一个时间轴 早在昨天深夜11点18分的时候 第一具遗体就从新台圣366号的底下 也就是被桥面压毁的这样一个水面下的 这样一个船体里头 打捞起的第一具的遗体 陆续在34分第二具 还有2号的凌晨1点31分的时候 第三具的遗体最后在266号这边也已经寻破了 而截至目前为止 总共有三人死亡 另外还有三名的一共 包括两名印尼籍以及一名菲律宾级的 都还在失联当中 而透过今天骚早的时候 林嘉隆部长也亲自赶到了现场 并且做出了今天整个作业重点的说明 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在昨天连夜进行搜救之后 有巡获三位罹难船员的遗体 现在搜救工作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昨天利用退潮的时候 由我们的潜水人员到水下 去整个侦查跟录影 整个现在还被船 还被这个桥压着的船 未来的整个处理的方式 那今天早上在召开工作会议之后 我们的重点放在一方面持续搜救的工作 特别是对这个船体来进行切割 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来做整个搜救的工作 能够透过切割船体来进行 那第二方面呢 因为整个航道现在受阻 所以我们也请国军协助 会就现在这个整个掉落水下的这个桥面 一些栏杆还有障碍物进行清理 那以便我们的渔船能够这个出港 那也初步有这个安置在这个10号到13号的码头 那另外就是持续进行证据的保全 配合检察官 运安会 还有我们交通部组成的专家小组 持续的保全证据 那来作为未来调查 跟厘清责任的一个依据 我们评估大概今天能够清理出一条 大概长10米 水深4米的水道 然后让这一些渔船 那么大的渔船可以导引到10到13号码头 那小的渔船可以顺利的来进出 现在就是军方方面已经做好规划 就是有关于这个 现在阻碍整个进出港的航道 会用他们的工法 包括可能的一些爆破 或者是其他的水下工作的方式来进行 是的 而今天2号一整天 搜救的重点都要仰赖国军 这一边的专业能力 尤其目前还可以看到 其实早从昨天2点清晨的时候 这一台扶门桥车就已经进到现场 而且扮演相当大的这样一个功能 因为部长也已经亲自受访的时候 也讲到今天重点就是要出动水下切割机 而且是要破坏这样一个整个船体 尤其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整个跨海大桥是完全沉在水里 不管是水泥块或者是钢板 完完全全都阻挡了这样一个 可能今天要进行清除 整理出来的临时通道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而且整个障碍是非常大的 而另外就是不管是临时航道部分 或者是整个已经沉在圆桥 沉在水里的这样一个栏杆还有路灯也都是要清除的重点 而另外透过画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整个不管是消防 海巡以及搜救人员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同样是24小时没有停过 透过画面还是可以看到整个海面上 整个河面上的这样一个油污还是厚厚一层 而且现场闻到的油污会是相当的重的 非常刺鼻 而除了油污今天要利用西游棉条持续清理之外 另外透过画面还是可以看到 断掉的这样一个桥面底下 还是散落满满的杂物 以及昨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 利用外手破坏船尾船体之后 所散落的这些木块以及木片 而这些都是会成为今天水下救援行动 最大的这样一个课题 因为底下还存在着三名受困 而且失联的这样的外籍移工 所以今天如果有后续最新消息 大一新闻团队都将持续在现场为您掌握 我们将时间交还给同内 好的 谢谢志杰还有原集来告诉我们 现场最新的状况 可以看到现场依旧是千头万续 任何的工作都得多方来加紧进行 那么大一新闻今天有好几组记者 是持续守候在搜救的现场 还有医院以及跟随持继志工来进行后续的关怀报道 那么也请您持续锁定各界的大眼新闻 另外还要来关心除了三死三失踪之外 南方澳的断桥意外也一共造成10人受伤 分别是送往宜兰罗东的博爱医院 以及圣母医院 还有北荣的苏澳分院 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有六个人是住院治疗当中 其中又以47年次的张性油罐车驾驶伤势最为严重 正在加护病房尚未脱离险境 惊险断桥一瞬间 油罐车在最后一秒没能躲过摔落桥下 47年次张性驾驶紧急送医 张性驾驶伤伤势严重 多处骨折 脾脏肾脏破裂出血 索性经过全力抢救 目前转往加护病房尚未脱离险境 大批海巡人员投入搜救情况紧急 也发生意外 两人送医从台北荣总苏澳分院转往博爱医院 布兰有所的时候现场的拉力比较大 所以在拉扯的空中有水流在动 所以在拉的时候可能力量蛮大的 然后一起就不小心掉入水里面这样子 也就是身上有一些磋伤 也有吸入性的肺炎 因为很多油污在抢救的时候 不慎嗆到一些海水 北荣苏澳分院收治了两名外籍渔工 朋友心结如焚赶来探视 更挂心失踪的人 南方澳断桥意外 博爱和社母医院以及北荣苏澳分院 总计还有六人住院治疗中 期盼伤者早日康复出院 大约新闻 杨韵子梁家明 宜兰报导 南方澳大桥其实对于当地的交通经济 还有民生都造成重大的冲击 原因是这个跨港大桥 是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 港口内有八百多艘渔船 现在是通通停摆 没有办法出海作业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早已经把大桥作为家的地标 断桥对他们更是心中的痛 南方澳大桥毫无预警坍塌 不仅断了当地的交通便道 前几天才进港躲避台风的渔船 现在唯一的出入口被挡住 全动弹不得 全部的船都没有办法出港 对啊 没有办法就没有生气 没有生气就没有办法生气了 大约多一多 大概会想多少 不到几天啊 一点多两万两万多啊 我们就会去小船啊 因为现在有八八多艘不能出去 南方澳大桥坐落在 苏澳第三渔港的出海口 早期为了连接第一渔港和造船厂 1976年曾经搭建水泥驼贝桥 但因为桥体太窄太低 大船难以进出 于是宜兰县政府改建南方澳大桥 在1999年6月启用 桥体距离海平面18公尺 不仅大船进出方便 还连接港口道路 带动了当地渔宴和观光发展 这是国际民港拍成婚的时候都很棒 尤其早上一大票的人全部都站满的 所以爱好爱好 从台北人也有人过来 昨天就已经决定要来 结果没有想到今天早上交战断 所以看到觉得蛮可怕的 宜兰人看的话就等于美国的101 这样被轰炸的那种心情是一样的 大概是这样 因为这已经算是跟龟山岛 是宜兰的象征跟地标 它突然不见了 多少会有一些伤感这样 这一起意外 重极宜兰居民的心 不少人站在观景台 看着坍塌的跨港大桥 似乎也在悼念南方澳曾带给他们的美好回忆 大爱新闻旅思春 邓映中宜兰报导 另外大家也都在追问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通常一座桥的寿命少说也有50年 可是偏偏这一座南方澳跨港大桥 它启用到现在是20年就发生了断裂意外 我们也为您访问到了专家 目前有两大方向需要深入剖析 一是这是一座丹勒的钢拱桥 可能结构上来说比较不稳定 再来是靠海的位置 可能被海水研化 发生了金属疲劳 岸岛从这边这样过来 它走到这边的时候 大概走到这边的时候 这根断掉 中间受力会更大 啪啪啪啪 这边就开始断掉 土木系教授说明钢拱桥结构 南方澳跨港大桥属于单拱桥 和现在台湾较多用的双拱桥大不同 它的那个钢锁会有两个拉上去 这种的话 它当然以我们做结构的人来讲 我们当然是会觉得 这种会比较稳定一点 一般桥梁设计至少要50年寿命 但南方澳跨港大桥仅有20年就坍塌 一半都不到 要真的去检视它看看 它在整个锁定的固定端跟钢件 到底有没有因为在海边沿海的部分 有所谓的锈时的现象 断桥前还遇到米塔台风 清晨还发生瑞士3.8的地震 长的桥梁它的自然频率会跟地震会差很多 比较不容易共振 不共振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了 跨港大桥140公尺算是长桥 不是地震会马上倒塌 专家说不管是什么材质的桥梁 必定要定期检测才能延长桥梁寿命 大爱新闻接近王朝中台北台南综合报导 昨天一接获意外消息 宜兰的慈禧志工就立即总动员 光是昨天一整天就动员了一百多人次 而美当身处意外现场不只是受灾民众 各家的采访记者甚至也觉得 看到慈禧志工身影心就安了一半 因为知道志工来了就绝对不会挨饿受动 不过您知道吗 这样的总动员是累积多年的关怀经验 从后勤到前线如何串起这一条爱的接力 马上带您看幕后的即时报道 前线抢救后援加快补给不能断 早上11点接到信息 就开始忙忙到现在 中间都没有稍微休息 有先准备中午的 然后再继续陆续又准备晚上 现场的警察队他们能够休息的时候 我们才会放下手上的工作 不然他们有时候还准备一下点心擦水 还是要送到现场去 马上煮好就可以上了 香机厨房爱的生产线 便当 饮品迅速到位 就能有点厉害 而且这种天气 吃着地都会消失 普悠玛的那一次的事件 还有我们之前的那个 舒瓦的大水災的经验 所以说都是有时间败注 断桥意外发生时 宜兰慈濟人正在进行 米塔台风防灾协调会议 志工群无缝接轨 迅速分派任务 访问都在移动中进行 舒瓦的他们这次受伤的 都是那个菲律宾籍和印尼籍的 那我们这些要送去给他们 因为他们的家当都在那个船上 平时倾家演练用在一时 志工也到医院给予伤患 慰问经 祝福礼 特别派出会说印尼语的 慈濟志工关怀伤者 协助医病间沟通无障碍 内政部长徐国勇 以及菲律宾驻台代表处人员 都到了慈濟紧急成立的 现场服务中心致意 志工分成三班制首后 每六小时轮班坐最稳固后援 带新闻 宜兰综合报道 这几年国际间也发生过 多次大桥的垮塌意外 比方巴西 土耳其以及意大利 就把镜头转到国外 来看他们的断桥原因 以及台湾可以从中预防什么 整座大桥中间断裂一大截 位在意大利西北部热纳亚 连接法国南部的莫兰迪高架桥 2018年8月 无欲紧崩塌 桥上35辆车直接坠入45公尺地面 造成43人死亡 事发快一年后 今年6月当局决定爆破剩下的桥体 周边3000多人也强制撤离一侧安全 长约1.2公里的大桥 是欧洲第一条混凝土写张桥 超过半世纪历史 崩塌当时才刚整修完 根据BBC 意外发生主因 是长年海风吹拂 侵蚀了悬吊桥墩的钢条 加上每年超过2500万车次往来 长年下来 终于不堪负荷而崩塌 其实早在悲剧发生之前 交通部及学舰都曾多次 对莫兰迪大桥提出安全警告 如今责任归属仍未厘清 而在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 8月份一座桥梁意味连日大雨 原本就有裂缝的桥面突然断裂 拨那过程全部都被监视器拍摄下来 两个路人就这样掉了下去 路旁停的车辆也跟着坠落 这起意外造成两人受伤 南美洲的巴西 今年初也发生断桥意外 同样是因为大雨酿灾 一座水坝溃堤 大量夹带矿场杀石的泥浆 从山上直冲而下 经过的地方就像发生了大规模土石流 还冲毁了一座大桥 至少9人死亡 还有高达300人失踪 大西红女方编译 国际焦点只要看到印度6到9月是他们的雨季 现在最新统计数据出炉 今年印度雨季的降雨量是创下25年来的新高 造成超过1600人死亡 好 即便现在已经迈入10月了 画面中还是可以看到 北部两个省份仍然是深陷水患之苦 印度比哈省还有北方省是连续4天降下了好雨 造成了大范围的淹水灾情 至少有800栋房屋倒塌毁损 还有大量的农田被淹没 而今年印度雨季总雨量 数据显示是比往年平均值高出了10% 再来看到是快时尚品牌Forever21 金船申请破产 不过他们强调这不是正式结束 而是要进行经营重组 快时尚品牌Forever21 主打女性流行服饰 在服装界毅力超过30年 29号金船将申请破产 不但要在40个国家停止营运 并关闭全球350家分店 其中美国就占了178家 这让忠实顾客好伤心 Forever21是很帅 很棒的 而且很适合 价格亲民 跟得上流行 2015年Forever21全胜时期 营收高达440亿美元 2017年时还夸下好语 三年内全球要在展店600家 但为了求快 产品变化 前篇一律 流失忠实顾客群 加上消费形态改变 更是一大冲击 承受不了冲击 今年已经负债5亿美元 只好宣布破产重组 但其实Forever21 并不是电商蓬勃发展下的 唯一商宾 根据统计 美国今年已经有超过 8200家实体店关闭 预计到年底会高达12000家 数量几乎是去年的两倍 大家新闻黄敬廷编译 慈济北区人议会与金门相亲爱的约定 一年两次 不论天后状况总是如期赴约 这一次是医护人员加上志工还有学生 一共是78人攜带各项的医疗器材 是要前往老人照顾中心议诊 慈济北区人议会每半年一次的金门议诊 不受下雨天或大日天影响 我们长辈其实大部分都是坐轮 或是行动不变的 所以在出外就诊的部分是比较不便于行 对 那有你们服务让大家都可以皆大欢喜 这样子 天安那样 没有我老婆就靠到医生里 我如果没车就没车就能在轮软了 离岛的医疗资源缺乏 人员会召集牙科 眼科 栽科等多科别的服务 很多都是有一些慢性病 高血压 糖尿病之类的很多 那我就觉得说还是要做个评估 如果没什么特别状况 那当然是OK 如果说目前的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合适的时候 那可能也给牙科医师他们一个参考 往往一个长者要就医 他必须要好几个 可能要陪伴员 照护员 甚至要有护理师 如果我们能够到这个机构来 可以减缓长者的不适 减少这一些机构人员 他们的一个困扰 我觉得他们很细心 会照顾 除了照顾老人身体以外 他连老人的一些心理因素 都会帮忙去做调整 因为有些老人在一诊的时候 都会非常紧张 对 比如说他的嘴巴会打不开 但是师兄师姐都有很热心的帮忙 老人照顾中心 往往也是社会特别需要关怀的角落 人一会发挥良能 圆满爱心任务 带一新闻这次美职工张嫦娥 张艺川 林泽珍 金融报导 出归 Lucia 称光 终于第一次美职工张 主持人在一 snowflake 一轲上 藍满能 一个主持人 祝福 北澳 冰 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 瑞士知名的攀岩好手阿诺 他是以46分30秒的成绩 徒手攀登拉瓦雷多三尖锋 刷新了世界纪录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行